這樣下去了 不要再杯葛了 因為這已經是破了最遲上台的紀錄 在10月29號那個時間點 所以如果你持續杯葛的話 各黨的權力等等 可能會有一些狀況 於是他看到了 但是不好意思 他們的鷹派更多 所以其他的立委說 不行 這樣子抗爭強度不夠 輕輕鬆鬆讓他上台怎麼可以 所以就一直拖拖拖 那時候是第五度 現在已經到了第13度 才終於看到上台了 那其中有一個黨內比較年輕立委 他也不具名 他就說國民黨的杯葛 已經不受到媒體的青睞了 沒人看 沒人在意 你是不是考慮退場一下 但是最後還是做成持續杯葛 你要看 現在這一次 我們在感受到 就是國民黨要做什麼 他們是騎豬南下 那他是操作騎虎南下 但是他們是騎豬南下 所以國民黨 我感覺到他們今天 本來想要營造一個氣氛 就是我怕輸 因為民進黨很招勞 人數就是特別的多 可是因為他丟出了這些東西 有沒有 那個什麼豬內障 豬什麼 他們原本想要操作那一塊 又又沒去 來 廷輝老師怎麼看 看起來國民黨內部 其實是有兩種聲音存在的 一種是比較理性的 就是說認為這個萊豬的事情 大概應該要告一段落了 不應該再爭吵下去 否則的話 第一個就是說 記不記得之前AIT曾經邀請過國民黨立法委員 一起去喝喝茶 英文不好的那個事件 那一件事情 那結果國民黨後來就說 沒贏啊 沒有空怎樣之類的 或是英文不好 但是後來有沒有再繼續溝通呢 你在面對所謂AIT的時候 或是說國民黨內部 在面對美國質疑的時候 到底你在反什麼 你的反美豬到底在反什麼 反哪一部分 是萊克多巴胺的這個問題呢 好了那現在就有所謂的相關的這種所謂的這個措施來進行 比如說到底要不要標示呢 要不要做什麼事情 你到底跟美國之間的溝通怎麼樣 我們知道說接下來江主席 因為我一直把這些事情視為是一個政治上的事件 這不是單純只是食品安全的一個事件 因為食品安全事件很簡單嘛 就是科學講話嘛 科學證據講話嘛 你檢驗多少超標超標就不行嘛 那你在合理範圍內當然就可以 可以就可以了嘛 那你只要標示清楚 那當然國民黨願意坐下來說 這個應該有一些過程 有一些什麼標示要清楚之類的這種訴求 OK 那你的行政院可以去做 當然就去做啦 那問題是說 我把這些事情看成是政治事件的原因 是因為接下來明年來講的話 江啟成他可能要再競選 所謂的連任黨主席的一個問題嘛 那在這過程當中 黨內的話他有不同的訴求嘛 有理性派跟所謂的非理性派 那非理性派可能要必須要有 他的一個政治上的舞台嘛 所以他必須要去展現說 我今天就是好像衛冥喉舌 站在這個民眾這一邊 沒有錯你願意站在民眾這邊 問題是你用什麼方法 站在民眾這一邊 假設你這樣吵吵鬧鬧下去 丟了豬心豬肝 豬內臟這些東西之後 結果呢 行政院還是沒有拿出一套辦法的話 而沒有達到你的訴求的話 你是不是要繼續丟下去呢 那是不是再繼續丟什麼其他東西 那我們不談 重點是說 那第一個你跟美國之間 到底有沒有在做一些溝通 我說國民黨不是說現在的執政黨 政黨絕對現在早就跟美國溝通過了 那另外就是在野黨 那國民黨不是傳出來說 江啟臣還在盤算 他想要去美國 是 那問題就在這裡嘛 就是說到時候你到面對美國人的時候 那美國人問你說 到底在煩什麼 然後結果說 我們就是丟了豬心 豬肝這樣子而已 難道就這樣子而已嗎 你的一套論述在哪裡 那一套東西在 那如果好了 那即便你不要萊豬好了 那你有什麼方法嘛 那你今天要 我們知道江啟臣 他本身也是學國際經濟 他自己本身過去在推動這個APEC 等等之類的 這個自由貿易的 所以他不知道不清楚 他絕對是清楚說內容的 到底美國跟台灣之間 未來需要是什麼東西 如果你作為一個最大的在野黨的黨主席 如果你在這方面沒有你的 一個思考的想法 你未來要不要加入CTPTP 你未來不要跟美國簽訂FTA 如果你這些都不要的話 好可以 你可以這樣繼續幹下去 如果你今天要的話 如果你自己本身也贊同的話 那萊豬不就是一個門檻嗎 這個官如果過不了的話 當然台灣所有的 加入國際社會的一個機會 當然沒有 你因小失大的話 那你國民黨擔當得起嗎 你在台灣整個政治上的地位 你又作何所謂的感想了 那這時候民眾對你來講的話 你的觀點又是什麼了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 還是要繼續思考一下 好 畢竟行